最新消息在高雄的男同志家庭 喵喵跟薇薇两个人想要养儿育女 2019年的1月份薇薇收养5个月大的小女婴 肉肉但是根据现行的法令 薇薇跟肉肉两个人无法在法律上 实现共组家庭的梦想 也因此男同志家庭两个人是告上了法院 来争取等了将近3年 高雄法院认为收养的世界 应该是以子女最佳利益为核心 近日裁定喵喵可以收养肉肉 也成为全台湾第一个同志伴侣 共同收养子女的家庭 目前全国有两个同婚伴侣的家庭 向法院提出收养的申请 除了已经遭到法院驳回 而在喵喵维维在脸书上也表示了 这个收养案例也开了先例 但也仅适用于个案 三个案件一审的结果却不一样 不一致的见解跟裁定 更加证明了修法以及视线的必要性